虽然感情纠纷 竟有人滥用公权力 来看到是新北市有一对情侣闹分手 结果女方还回头找旧爱 这让被判出局的男子相当不满 直接报警声称自己前女友遭人掳走 所以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力抓人 才发现根本是谎暴 因此这名被判出局的前男友 被依诬告罪 韩颂真伴 一男一女 一前一后 动作亲密 走进店内用餐 店员走上前热情介绍菜单 两人一坐下就聊个没完 还贴心的帮彼此夹菜 看似情侣没什么异状 隔没多久大批警方冲进店内 因为有人报案 女子遭人强行掳走 但她正在开心大口吃肉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警方去年12月底货报 说流星被害人被绑架 掌握歹徒行踪 埋伏抓人 竟是骗局一场 不仅仍毫发无伤 还跟前男友大胆烧肉 只见双方看起来很无奈 聚餐被打扰 饭也不吃了 气氛瞬间降到冰点 原来23岁 流星女子先前 和郑姓男友感情不合 谈分手 向潘姓前男友诉苦 对方怂恿女子 不要再和男友见面 郑姓嫌犯得知 女友跟小王在一起 气得谎报 女友被人掳走 直到警方查询通联记录 根本是骗局一场 那经我们从相关的这个机下 还有分别信问之后 我们判定 这一件 这一件所谓的 颅人案 是一个诬告的案件 正性嫌犯讯后 依照诬告罪 寒送侦办 感情纠纷 却滥用公权力 让警方疲于奔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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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